電腦王阿達 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說起VR設備阿達開箱過不少相關產品 每個VR設備都有它不同的受眾 像早期的HTC VIVE 就是單純給PC使用的 而Oculus則是一台不需要接電腦的一體機 那VIVE4則是搭配手機使用的一體機產品 那前陣子我們剛開箱的PES VR2 則是專門給PS5專用的設備 老實說這麼多東西 他們都只是為了做同一件事 就是VR體驗 對一般消費者來說真的是選擇困難 而且這些產品大部分都只能做一件事 或者支援一個平台 非常的不經濟 譬如說你買PS5你就沒辦法接電腦 那如果你買VIVE 你就不能當一體機 而最近國內知名大廠HTC 就推出一台在CES2023中大放映彩 全新一體機VIVE SR-ELITE 一次就能達成高品時的PC VR 跟VR一體機 還有MR的相關應用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開箱實測看看 開箱 這個是它的眼鏡的區域 那它的頭帶裝置在這裡 用個袋子裝著 所以方便你可以帶出門 因為它本身也是個一體機 大家看一下 跟VIVE4有點像 它還有一個給眼鏡用的綁帶 這個區域就是電池的部分 這是它的控制器 兩個 一樣是手吸的味道 給充電器用的傳輸線 做的配件就是大概這樣子 好首先我們先從本體這邊開始 再來頭顯前方 配置了使用 6DOF INSIDE OUT追蹤技術的 4顆追蹤鏡頭 它可以作為頭顯本身 跟手把的定位追蹤使用 那中間這裡則是有一顆 專門拿來看外界的全彩透視鏡頭 它的鏡角部分 這邊是採用可拆卸式的一個設計 拆下來之後 可以跟這個電池進去結合 在頭顯的側邊 跟鏡片的側邊 也都配置了Type-C的連接埠 那側面這裡是可以跟電腦去做連線 然後傳輸資料 在鏡角的區域 都配置了立體聲的喇叭 不需要另外接耳機 這一點我就覺得比PSVR2還要方便 在它的頭顯下方 有一個滑桿 那旁邊則是一個SOUL IN MINE VIVE SR ELITE 對近視的朋友比較友善 在鏡頭方面也做了焦距調整 可以直接調整裡面的轉盤 我們就可以調整度數 只要你的近視度數在600度以內 都不需要在另外配晶片進行使用 那下面這個推桿則是可以調整你的眼距 在內側鏡頭 它則是使用了兩組解析度1920x1920的 OLED顯示器 兩眼綜合解析度為3840x1920 更新頻率為90Hz FAV的視角有110度 它這個襯套呢 它有一個磁吸的一個Core 你只要靠上去它就吸住了 另外VIVE SR ELITE 它本身也可以接行動電源來工作 所以產品它也送了一個可擴充的電池座 那這個電池容量是24.32W 最長可以使用兩個小時 而且這個電池是採用替換式的設計 沒電了趕快把電池換掉就好了 VIVE SR ELITE 在外觀的設計上有點像之前的VIVE 4 不過在定位上它並不相同 4比較接近是入門機等級的一個一體機 它只能搭配手機或手柄來使用 老實講是真的很可惜 而VIVE SR ELITE 它本身 除了是一台高規格的一體機以外 還可以透過有線或無線的方式 來串流PC 體驗高階的PC VR Neo 當然你可能會說 Oculus Quest 2或Quest Pro也有類似的功能 但是像Quest 2它的規格比SR ELITE低 那另外一個則是比SR ELITE貴很多 而且它們兩個台灣都沒有引進 消費者想買只能買水貨 相對來講 維修保固就比較沒有保障 那在控制器部分則是搭配VIVE SR控制器 它一樣具備6自由度與觸碰感應器 在手柄上配置有板機鍵 而且側邊有拇指鍵 上方有ABXY鍵 當然也有搖桿跟選單鍵等等 而且VIVE SR ELITE 這次也導入骨骼辨識跟手勢追蹤的技術 所以你這次不需要這兩個控制器 你也可以進行大部分的基本控制 那這一點就跟Oculus一樣 不知道MIFRO或是之前的幾款HTC的頭帶裝置 不知道能不能改個韌體來使用 我是希望可以 那另外它的透視鏡頭加上手部最終 可以讓使用者進行VR、AR、MR的各種娛樂 還有創作 在應用部分 它裡面有大量的一體機VR、MR跟PC VR的內容 你都可以拿來玩 那官方這邊也準備了相當多款的好玩遊戲 那大家可以看阿達的簡單示範 好 現在我們來玩幾個 最近還不錯玩的幾個VR遊戲 我們就玩這個 其他VR版 等一下 Where am I? What am I doing and who am I? Oh my God I'm trapped 現在大家看到我是用有線 直接去串連我身後這台電腦 來做一個PC VR 那我們現在先找一個最經典的遊戲 就是埃里克斯 就是埃里克斯 But I'm already working on a plan to get him back You're close to my lab Keep following the drone We'll figure out what to do Russell What did you guys find back there? Well that's the crazy thing I don't know Just- I'm almost there 好 大家現在看到 就是我用無線串流的方式來玩SteamVR 除了有線以外也可以無線 那一樣我可以到這邊來 直接走到前面來 這邊選我自己的遊戲 像有刺客阿 埃里克斯阿 這些都是我自己的 那我們先試試看這個好了 Yotta I'm going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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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坐著 真的齁 I'm going to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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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那麼仔細喔 Oi 你好棒喔 來 太難了 太難了 滿滿的子彈 他們都灰眼 這最好玩的事情可以這樣子 進來看他的故事發生什麼 左邊搖桿走過來 然後查看奇怪的 這種就有互動感 跟那個PS5小老鼠那個一樣 我覺得蠻像的 因為鎖住了 那我們就去找鑰匙 欸這個 走過來 再打開 看這個酷耶 有沒有 One more invitation now What is it hiding Oh It was right under my nose The whole time 這畫面真的還不錯 那另外還有一個 我覺得也不錯玩的 這個就是有用到他的手勢功能 就是指揮家 大家看 這個模擬那個 我的手勢有沒有 好 厲害耶 好 好 準備 抬起你的手 好 準備開始演奏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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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看一下,這個就是我們Youtube的介面 我們在這個介面裡面就可以直接看影片 你可以全螢幕,就非常大螢幕就是你獨享的 這個螢幕就真的是有百出以上的感受 你要多大都可以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是真的蠻爽的 我還可以這樣,覺得不夠大對不對 也可以再更大 這個真的感覺像電影院內 他也可以看Disney Plus 然後我現在隨便找一片來試試看 這樣子就可以看Disney Plus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其他的 像這個Vibus 我們進入 到這邊 先回到 這邊就是我們的房間 那大家可以看 這裡就有其他房間可以去探索 我們可以來這裡看外面的風景 大家可以看看 這是我的造型 換一個別的造型 這個就是 隨意你換造型 而且它會跟著你的動作 可以做動作 這個還可以拿來套皮 搞不好之後還可以做VTuber 這些 這個 Vive SR Elite 是HTC這幾年下來 我覺得 功能最完整的一個VR設備 作為一體機 也可以作為電腦的VR頭銜 在安裝跟使用上 不像以前那麼複雜 以前還需要設計一台 雖然說它的精度比較高 但是在設定上 就相對比較麻煩 而且這次SR Elite的功能也更廣了 價格相較 不過在軟體豐富性 的確是沒有像Meta來得多 但是透過PCVR的生態 還有Vipro的應用 應該就能補全它的不足 在VR辦公部分的應用 也算完整 而且它小巧好攜帶 跟電腦的連結也相當方便 整體來說 是目前市場上 我覺得是數一數二的優質選擇 也提供給大家參考 最後呢 阿達也跟大家提醒一下 你只要購買SR Elite 官方就會免費贈送你五款遊戲 這部分我覺得相當大方 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參考看看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開箱呢 記得幫按讚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掰掰